近來很多農民向櫻安相關所反映說 受到4月中旬含害波及 還有導致花粉沒有分化 水稻無法結碎 造成有空包大的情形很嚴重 鄉長劉淑貞立即指示 農業客同仁加強注意 同時持續查報 鄉內的災情發生變積 還有受損比例 6月1號下午更是到現場勘察 期盼可以減少農民的損失 沒有 吊竿一樣彎嘛 這沒有重量就是紙的 那這裡面都空的 原本應該要有重量往下垂的稻穗 現在都站得直挺挺的 因為裡頭全都是空包蛋 在今年的4月中旬 因為不見氣溫回升 多數稻作都受到含害波及 導致花粉未分化水稻 無法結碎 在今年稻米不忍 時的情形是相當嚴重 應該稻米現在應該是有重量 而且要往下垂 造成現在這個就是空包蛋 它是直直的一根 那其實我們吉安相關所 是在收納我們整個吉安相 所有稻米損失的 才損的這個部分 超過20甲 我們才能夠來申報 然後來為我們的農民的權益 來找到這個未來 那在這個區塊裡面 我們也知道因為今年的氣候的關係 因為潤四月 所以農民評估的這個平常的插秧的時間 等於是用心力來算 所以在農曆多了一個月的這個部分 造成我們氣候上面的一個轉換 不是在我們預期的氣候範圍內造成的損失 原則上我們那個災害的提報要達到5% 就是20公頃 因為以這一期400公頃來講 5%就是20公頃 這個機制才能啟動 那當然我們的農民針對這個 是稅稻肋病還是不冷時這個區塊 他們自己本身也不好分辨 那往往以往在申報的時候都不達標 所以幾次以後農民覺得說 每次來申報都不達標 所以原則上都不會再來申報 那這一次的確是以不冷時的狀況發生 所以我們也農會這邊也協助我們的農民 請他們勤速的到鄉公所做一個提報 這項災情讓農民是苦不堪言 紛紛指出在過去一期水稻平均可以收成1萬斤 但今年因為受到災害 造成不冷時的清新約有七八成 可以收成的稻坐只剩下2000斤 損失非常龐大 鄉長遊書正在1號下午也特別協同 相關客室前往多處農地勘察 發現有很多稻田都受到危害 他也呼籲農民務必儘速前往 吉安鄉公所農業客申報 才能讓損失降到最低 記者 許麗芹 吉安鄉報導